哈嘍大家好我是鬼鬼 歡迎回到我們的東西工廠 上一次我們已經完成了 目光森林的所有任務了 最後的迷宮報告也得到 得到100經驗值 那覺得我們現在可能要先來做一個 更進階的儲藏啊 我們這邊來看一下 這應該是一個硬碟網路的一個感覺 要從網路纜線開始哦 這邊有一個網路指南手冊 這個模組嗎 像沒有事過可以來做做看 那完成之後呢 這邊有一個連接纜線過濾的 導路纜線過濾導路 我加強板 然後導出軟線 那這邊獎勵黑鑰匙存箱 調節板和獎勵還蠻 隨機的嗎 就是好像沒有特別好跟這模組沒關係 那這邊儲存系統最主要是這個儲存網 主機 然後他後續還有一個升級要做成控制器 那他們其實模組是不一樣的東西耶 這邊的話會需要細 這個是實力拿去燒 我這邊好像做一些簡化以前 我記得是蠻麻煩的 要有一個高級處理器 要有這個是什麼處理器的黏合物 然後這個主機當作材料 我們可以做出一台控制器了啊 這個需要吃電 那他這邊任務完成之後呢 送了這個能量網路的接觸點 這邊有一個無線網路系統 就是無線電 所以接下來我們來做一下 這個無線充電的網路 那這邊主要有一個基礎能量儲存器 就是有點像電磁的感覺 那這個嘛我們可以先做 他這個是能量塊 能量塊呢要能量核心加通量粉塵 這個是用終界之眼做的 然後加黑鑰匙 粉塵的話呢是黑鑰匙加紅石 攪拌就可以了 某科學的通量創造 我在經驗上敲一下 哦也是可以耶 然後這個下面能量塊敲一下 哦也是可以 這邊先用攪拌的 先得到一點點的通量粉塵 那我看一下那個用敲的方式 不知道有沒有不要省材料 那首先我得先做出一個能量塊 那這邊代表我還要再做 更多的粉塵才行 這邊先做出第一個能量塊 他這個到底要怎麼敲呢 然後紅石 然後再放上黑鑰匙 呃丟嗎 還是直接放在他上面那一格就好了 這邊可能是拿著紅石粉 然後左鍵敲擊黑鑰匙 敲 左鍵敲擊黑鑰匙丟上面 哦有了 哎呀扁了 哎然後這個黑鑰匙就 就卡在這邊 那代表我辦法快速移動黑鑰匙的話呢 就可以一直敲 然後這個黑鑰匙就不會消耗 哇那個敲 黑鑰匙要移動好像蠻麻煩的嗎 那這樣我們就是可以省材料啦 然後丟可以一次丟多一點嗎 看來好像哎可以耶 哦可以耶那我們就是 全部丟進去就好了 那這邊就是敲一次 這個就省黑鑰匙 那如果用那個攪拌機的話 那個黑鑰匙是會消耗的 所以我這邊丟一組 然後這樣子然後敲一下 哦可以這樣就一次做光光哦 這樣還蠻方便的 拿這個材料量需求 其實應該蠻大的 我們可以多做幾份 然後呢這樣全部一起敲 哇哦哎 他敲到變成鵝卵石了 還有這樣的哦 哦他的這個黑色樹 黑鑰匙黑色樹敲到這個粉層上了嗎 就變成鵝卵石了 那這邊拿黑鑰匙的方法 我們就直接用這個 岩漿塊拿去洗就可以了 這邊岩漿塊 我們這邊在地獄挖了很多 那他也可以用水母加烈焰粉去合成 這兩張材料我們都很多 一個是怪物來的 另外一個是烈焰神那邊來的哦 所以這個我們算是無限黑鑰匙 這邊先做好了16個能量塊 那我們可以來做我們的 基礎能量儲存器 那我們一開始的電量 大概沒有消耗那麼多 他可以儲存100萬的電量 那這個之後升級呢 要在六臺一樣的 然後可以變成800萬的電量 那之後還可以再升級變成 以一兩千800萬的電量 應該不用到這麼多吧 總之這邊我先努力來升級成第二階的 目前800萬 我覺得應該很夠用的 大型能量儲存器 那這邊還要做一個能量網路的揭入點 哦就是有點像電線的感覺 他這個是吸收電力 那這樣子我們可以去樓下 然後把我們的電力 我們電力全部都儲存在這個電容裡面 這邊接一個能量輸出 放在這個高壓電容器 然後呢這邊要選擇網路 那這邊呢 我們要先建立一個新網路 這邊建一個網路叫 free wife 這樣公共 他還可以做密碼加密或是私人的 那這個我們其實算私網 如果是多人的話 你的電力是可以共用 那這邊就直接開一個呃 公共就好了 然後這邊還有無線充能功能 這邊可以設置這個網路要無線功能 那這邊從電容這邊直接吸出 每秒是4000多的f1 那這邊已經開始在流出來了 然後存在這裡來了 這樣就是無線儲存 這個這個比較高科技不用接線 那這個電我們好像不夠快 就是我們的發電機啊比儲存的還快 每秒4000多沒沒沒發那麼多電 那這邊 那邊還有電這邊日常運轉還可以 今天主要是這個抽油機會用到 啊我看一下 這樣子一直抽下去抽油機之後可能會停擺哦 因為我們的發電機 主要是存到這裡來 然後會吸乾 那這邊的電 大概會慢慢慢慢的減少 那代表我要吸電的話 可能從這個高壓電容吸可能比較好 然後後面這些機器呢 應該用這個去 引電啊 所以這個可能要換一下 不過這邊800萬電量很快就滿了 所以大概沒什麼問題了 然後這邊也順便把一個無線網路的充電器 由這一台機器就可以無線充電 那要充的話裝備狼食品狼 然後快捷鍵兩隻手 這樣我需要有電的話 就會自動存電了 這樣就可以了 那像是我這邊背包電還沒有存滿 那如果放在我的裝備上 電馬上就存滿了 就這樣子 那接下來我們整個儲存空間 要放在哪邊好呢 這控制器之後應該是不用特別去接線 應該是有無線的傳輸的 就是物品可以直接無線傳進來 應該是用這個網路 發送器跟接收器 那但是我們先找個空間 但是還是盡量要放在 我們各種物品的中心啊 啊我們這邊有東西 那邊有東西 呃蔬菜區有東西 其實東西有點多 那個空間其實是有一點點 範圍跟距離的 不然你就放在這個中心點的樓上吧 再挖一個地方好了 那現在我們有 ftb 的大量挖掘呢 會變成這個樣子 我們現在這個是小的 一次三格 那這邊還可以切換模式 這邊是挖掘隧道是往下的樓梯 然後這個是逃生隧道往上的樓梯 那這邊不定型一次挖64 哎我看一下這樣會不會 地板都一起挖到啊 我只是想挖一個空間 那這框框的範圍 我點看不出來他挖哪邊 哎 感覺下面都會挖掉哎哈哈 這個好像範圍太大了 我們直接挖天挖板 哦64格 然後看一下挖這裡 哦可以可以可以 稍微看得到他這個框框 所以我大概挖到這一格 下面還在 如果可是我挖下面一點 這裡那地板就不見了 所以我必須挖 這一格會比較好 哦只是空間嗯 沒有很沒辦法很工整 哎 這挖就是會可能有點坑坑洞洞 我等下再修一下 那這儲存機器 我記得應該空間不會太大 那總之我們先把他的電力先搞定 那這邊接一個這個 然後呢選擇網路 那這樣之後消耗電 他就會自己無線傳輸了 這邊還可以開啟區塊載入 不限速度 匯流 永流模式應該就是存電存比較快的 不過這邊都呢 他其實已經分成兩個儲存系統了 一個是右邊這邊 這個是簡單的儲存網路 那另外一邊呢 則是 rs 的儲存系統 這個我們之前有做過就是啊 吃電的 然後硬碟的版本 那右邊這個好像比較簡單 那這邊有遠程操作 然後遠程合成 然後可以升級他的範圍 那他主要用的應該就是前面 這個連接線來 那如果是下面的 rs 升級呢 就是用到後面的這種哦會流排 所以他是分兩種 那我們先做 哪一種哪一種比較好呢 還是兩個都做做看 這邊先完成他的儲存 庫存得到堆疊升級 然後這邊還有儲存的輸出接口 那他機器其實不多哎 這邊是合成臺 所以這臺三臺把它接一接 那他主要是中間的這個主機 然後這個儲存系統 然後這個是合成系統 然後這個是輸出的系統 這樣子就可以了嗎 儲存有哎 哎但是裡面沒有空間呢 我丟不進去 那這個儲存好像有一個是這個自帶合成 所以這個好像不用 然後這個是輸出把東西傳出去的 那裡面的東西內容物 我要怎麼塞進去呢 這邊開始就遠程操作了 那這邊看起來用連接染線 然後接上 箱子 然後裡面的東西呢就是 會在這個網路裡面 哦就看得到了 所以這個要存進去的話 還是要接線 那這個線不知道有沒有無線傳輸 那後面這邊呢是遠程製作 那這個的話就可以無線拿 然後無線合成 那肉的後續呢 要再做無線合成終端 這個應該就是配合下面這個儲存的 啊但後面 呃還有一些重要東西 有一個無線傳輸機 無線距離 而且可以跨越維度 不需要任何的電力 還有一個創造模式控制器 那你 這個我們先做到這邊送的這個 我們這台控制器 不就不需要了嗎 那這個是無線的合成終端 搞定然後電量也是瞬間存滿 然後接下來呢 我們還可以再做他的無線升級 那這邊也有無線的發送器 那範圍升級完成之後呢 送了更多的範圍升級 但是後面有一個無線創造版 哇這個要去找翹翅 第一支星我要再刷一下 翹翅我還沒有哎 我還沒有去中介刷一下 這個還沒去找 那有這個無線傳輸的話 好像很猛 所以這邊簡單主持呢 比較適合小規模 然後需要一開始做點規劃 然後把這個連接線接在一起 那右邊這個強化版的 還是儲存 那就可以亂放 沒關係 像我們的規模這麼大 然後空間弄那麼大 然後分了好幾個區域 就比較適合這個無線的連接了 那我們今天呢 先到這邊告一段落 感謝大家收看 希望大家會喜歡 我們下次見大家拜拜 我們下到reen 我覺得 我們下期約會 我們下期會